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航 今天回到了久違的自動駕駛系列了 大家現在看到我身後這台車子了沒有 沒錯這台車子就是特斯拉的Cybertruck 那這台車好像在2019年的時候就準備要上市了 結果現在呢已經來到2023年的尾巴了 都還沒有看到這台車子要交車 不過呢官網上面現在是可以訂這台車沒錯 那這台車的外型我先帶大家看一下 沒錯它就是非常奇怪的一個卡車 很不像是地球上會出現的車對不對 因為這台車子那時候特斯拉是說 它是用不鏽鋼的材質 然後做出來的防彈外殼 聽說是可以在火星上面行駛 但我覺得這個是噱頭啦 而且呢它可以阻擋9毫米子彈的攻擊 我先來幫它測試一下 9毫米484 打一下哎唷 真的沒事吼 唉唷 那為什麼在發表會上砸一下那玻璃就破了 而且還是在馬斯克面前 不愧是這個四萬多美元的車啊 而且如果是四輪驅動的話 好像要五萬美元左右 但不確定它到時候最後交車價格 在台灣會是多少就是了 我現在快速的給大家看一下 我繞一圈喔 它這個感覺怎麼樣 這個Cyber Shop開在路上呢 沒錯它其實就是一個卡車 而且是可以載貨的卡車 重點是它雖然是電動車 可是在GTA裡面 它竟然有二三檔可以選擇 真的是蠻奇怪的 來救鬼救鬼 我可以從這個小洞裡面 鑽回去那停的場嗎 好不行 這台車開在路上 感覺有點慢 相信你們應該也覺得 這台車很慢對不對 所以呢 我決定今天 自動駕駛的部分 我不測這個車型了 我要來測的呢 就是停在這個車庫裡面的這一台 沒錯 我要來測一個 大改版的Cybertruck 吼吼吼吼吼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的車型 是不是跟旁邊這台原版的不太一樣啊 它加了一點寬體 然後還有一個壓尾 下面還有一個超級浮誇的擾流 連車高都降低了一點 整台車子非常的嚇趴 而且你看它的輪框除了換了以外呢 它這台車子 是真的只有一檔在跑的 沒錯 就是電動車的邏輯啦 那目前這台車看起來 應該是很快 至於以後 Cybertruck如果真的上市 要改成這個樣子 應該也是要花不少的Cocoa 那各位觀眾知道 有什麼東西 不只是快 價格還可以讓在座的各位 都能夠輕鬆的入手嗎 那就是 SPG推出的Gamix S70 Pro硬碟啦 現在PZIE GenVo大時代已經來臨了 各通路的價格都已經來到甜蜜點 而SPG出的S70 Pro 採用全新SMI SM2264的控制器 這型號全部都是台灣製造 官方數據標示 連續讀寫速度達到 每秒7400Mbps 和6800Mbps 我裝上電腦實測喔 連續讀取來到了 每秒7446Mbps 而連續寫入 有每秒6680Mbps 這速度真低快啊 啊什麼 你說你不知道這樣有多快嗎 那我從桌面 複製一個3.6GB左右的檔案 還沒數到1 它檔案就貼過來了 這還是透過隔壁C槽系統 連來的呢 那如果是我自己原地 複製貼上就更誇張了 連讀條都還沒出現 檔案就複製完畢啦 所以如果你最近想要擴充電腦硬碟 或是PS5的容量 S70 Pro都可以幫你 提升毒血的效能 它除了用3D TLC NAND顆粒 SLC 快取演算法等等 重點 原廠保固5年啊 加上出廠附的鋁合金散熱片 白白一片 除了好看 還能夠有效的降溫 各位觀眾 先去點選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連結看看吧 好了畫面回來遊戲裡面 我們今天要設定 自動導航的目標 我打算是要來到了 這個西北方的這個位置 然後把它定位在這個 森林小道裡面 這邊是一些非常崎嶇的路線 不確定自動駕駛可以到什麼地方 也有可能在中途GG啊 因為我們今天拍的自動駕駛系列 我覺得都過得太順了 所以這次 打算換大台一點的車子 然後動力沒有像之前 特斯拉的跑車 或者是Model S這麼快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 開的自動駕駛的特斯拉 加上GTA的五星通氣 能不能順利到達目的地吧 OK 現在直接啟動了自動駕駛 我現在是不能進行操作了 OK自動駕駛第一個彎就直接撞透了 柵欄 是不是因為改寬體車子有點太寬了 這自動駕駛怎麼搞的 為什麼要等前面那台車右轉 我們已經被警察叔叔追了好嗎 我非常建議特斯拉 加入這個功能 被警察叔叔追的時候跑快點 等一下我在講什麼東西 以上純屬亂講不要當真 現在經過了一個直線 他切到了外車道 右切到內車道 這什麼鬼切 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這樣切 各位我之前有證明過 這個自動駕駛我是真的讓他開的 所以我不可能去控制他的方向 我們現在完全是看著 特斯拉的AI在操作 喔這個玻璃有做那個防彈系統 水喔 我們看一下內裝 喔內裝可以看得出來 有有有有看到 現在是怎樣 啊 對他的自動駕駛 都會等這個警察叔叔下車 然後他才會起步 非常的有技巧啊 OK現在前面一個路障 我們能過去嗎 自動駕駛正在判斷當中 要走哪一邊 要走哪一邊 警察叔叔準備上車 直接從中間切過去是嗎 我現在後面的這個尾燈 已經壞掉一半了 應該說壞掉了1 3 才對 這台車場真的沒有很快 在高速公路上 平均也才100出頭而已 前面有一台 麥拉倫擋住我們 糟了 我們被屁了一下 現在車子有點歪 原來他的方向燈在旁邊 超酷 喔喔喔喔喔 我的防彈玻璃是不是 快扛不住了 喔 現在這個特警 在瘋狂的對我的車子輸出啊 撞過去撞過去 自動駕駛 要撞過去了嗎 撞過去了 把特警從車門上面撞了下來 哇 現在又被前面一台車結底 後面又來了一台 直接被夾住了 洛勝都的警方使出了包夾戰術 怎麼樣怎麼樣 自動駕駛剛剛跟網右拐道呢 還在算還在算 他的計算好像比較慢一點 因為車速也很慢的樣子 但後面越來越多警車包上來了 這個系列是有可能會失敗的喔 如果我們車子開到一半爆掉什麼 這個就直接宣告失敗喔 前兩集是有承諾 喔喔喔喔喔喔 後面 一個警察叔叔爆了 好這邊先前面一路暢通 等一下為什麼我的玻璃自動修復啦 怎麼搞啦 還是他玻璃爆掉了 奇怪勒 他剛剛是有打方向燈嗎 我現在發現 煞車燈不是壞掉 原來他是往左邊走的時候 煞車燈只會亮一半喔 又被截停了 哇這個畫面 我們幾分鐘前才剛看過 欸不是不是這怎麼回事 喔倒車 撞了一下 竟然選擇了比較窄的右邊 好等警察叔叔上車什麼 欸還是選右邊 這個倒車這是在juke嗎 我看不是很懂 頂了一下 把警察叔叔頂開啦 這警察叔叔竟然讓位 我們又繼續跑 奇怪 怎麼好像這個AI跟警察叔叔 是講好的一樣 哇前面有個大步障 喔唷 這個推這個push 自動駕駛會選擇走哪裡 旁邊的市民走了左邊 那麼我們應該也會走左邊吧 對不對 我們現在卡在這裡 警察叔叔又對我們瘋狂的輸出 欸前兩集的自動駕駛 好像沒有這個畫面對不對 現在是怎樣 喔看到我的輪胎有在作動 喔有有有有 這什麼 他去哪裡 欸自動駕駛欸 怎麼好了 他的選擇是什麼 我看不是很懂 他亂掉了 快了快了快打陣了 有了有了 翻出一條路 有了 自動駕駛 哇現在這個右邊的警察叔叔 對我瘋狂的輸出 欸不是不是 這邊 有有有 撞出一條路 突破了 大概10台警車的尾捕 直升機警察叔叔 還在旁邊追著我們 喔這個場面相當的緊張啊 前面還有路障嗎 前面又一個路障 尷尬 我們遇到路障很乖 我們都會先殺車殺下來 警察一旦上車 我發現他的這個自動駕駛 就開始不乖了 有沒有 欸好像真的是因為 這台車子太大台了 怎麼辦 喔自動駕駛一個頂開了 他的兇不是馬上就兇欸 他會大概計算一下 覺得欸這時候該兇囉 喔直接兇他一波 欸這這什麼 欸 什麼意思 他不是從北部高速公路過去 他難道要切68公路過去 認真 欸沒有喔 他看起來沒有要切68喔 他是怎樣 什麼什麼 這是走哪裡 我怎麼看不真的懂 欸 自動駕駛這一集怎麼搞的 看他怪怪喔 之前都會很乖的照路線走 現在沒有了 是因為被追棄 所以他選擇了一個 比較短路徑過去嗎 啊現在停在這邊是怎樣 欸我的車現在 我正面看過去他歪掉了欸 雖然是不鏽鋼 但是不是不仿撞喔 這個718攔得住我們嗎 應該是攔不住啦 大概六七台圍在這裡 欸欸欸好突破 然後呢 這走哪裡 這什麼路線 我看不是很懂 為什麼要增加 行車難度 他真的會到達目的地嗎 為什麼這集自動駕駛 這麼奇怪 什麼 這是走什麼路線 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衝進這裡 欸完蛋了 他路線是不是跑掉了 欸欸欸等一下 他在把他的那個方位抓回來 欸不是 怎麼往裡面拔骨啊 這AI是不是傻啦 欸他是打算倒車出來嗎 還是怎樣 喔倒車出來 換了一個方向 我好好奇他的AI到底是怎麼運算的 欸怎麼走了這裡 這這是哪裡 我怎麼走回頭路 這在幹嘛 我走了這條路線 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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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樣 不要跟我講 又要回去消防站喔 不要喔 等一下 前面那裡是湖 喔這個是怎樣 他是要去追佛家嗎 不對啊 我們今天人物是小腹啊 難道是 他在遛警察 這個AI我該說是聰明還是笨呢 你要遛警察 你速度也不快一點 你遛的那麼慢 全世界警察都知道你在這裡 怎麼樣 OK突破重圍 喔又馬上撞到了前面這根樹 還是這台Truck AI就是傻傻 他真的要衝到湖裡面了嗎 沒有 他到底拐了幾個萬 我的天 他在這個郊區已經繞了不到幾條街了 什麼什麼 這是什麼 為什麼要到這裡 這是什麼 我快瘋了 這到底是哪裡 欸 你不要停車 停在這裡面喔 這什麼畫面 我完全沒想到 我今天會拍到這個畫面喔 喔 走出來 然後呢 我真的覺得他在遛警察 要跟我講一想 走回去這個巷子喔 不要喔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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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BON TRUCK 不要 我快吐血了 我這陣 我今天的影片會一路拍到 這台車子 完全壞掉 或者是動不了為止 現在自動駕駛 擠掉了這個地方來 然後呢 他為什麼要一直在這裡 來來回回 這裡是有什麼奇怪的磁場 會把它吸住 是不是 欸 這什麼意思 衝過去啦 喔 然後從那邊繞出來了 他把警察叔叔全部困在那裡面啦 欸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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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回去 不要再回去 這裡是哪裡 很好 就走外圍 很好 對前面就乖乖左轉 不要再右轉了 自動駕駛不要 不要 為什麼一直往翠弗家裡走 為什麼 翠弗是不是有付錢 為什麼要一直在翠弗家 在附近晃來晃去的 經過了翠弗家 什麼 到底在幹嘛 這超不合邏輯的吧 好前面就右轉囉 右轉 右轉 對對 轉出去 然後左轉 左轉 轉出去 轉出去 對轉出去 不要再轉了 對對對 就是這樣走 看他快吐起來 天啊 在一個郊區裡面晃了快20分鐘 欸欸欸 幹嘛 前面只是個路障而已 別別別別 OK 一個巴庫 要轉過去了嗎 喔 轉過去了 喔 夾到這個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沒事就好 這位警察直接站起來 喔 還站到車頂上面 有夠帥 喔 轉出去 可是前面路障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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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執著的 要往這個湖這邊走啊 好奇怪喔 好他過來這邊呢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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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果然 應該是 這個定位上面稍微有點Bug啦 欸不過我覺得這樣沒有滿足我的好奇心 好我現在讓他遠離了那個湖 有時候GTA就是會這樣子 發生一種很莫名其妙Bug 欸欸欸欸 這在幹嘛 這中下子 傻了傻了 OK好 回到了高速溝通上面 他不會這邊會走海灘過去吧 不是吧 還撞到又彈回來 要是不是剛剛沒有那個忽然 他現在已經在沙灘上面了 目前我們這樣測試起來 我可以大膽的斷言 他應該就是Bug 你看他現在是想要直直往前衝喔 沒錯沒錯 又往海裡衝刺 哎呀 如果我今天是開水路兩用的車子 搞不好就到目的地了 因為目的地就在前方了 讓他稍微回到岸上來做個結尾吧 經過今天實測的影片呢 我們可以建議特斯拉 如果Cyber Track出來以後 甚至是更未來的版本喔 可以做個水路兩用的 哎這台車搞不好就無敵了 那以上呢 都是我大膽的想法啦 博君一笑 娛樂一下就好了 那麼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各位記得到我的FB還有IG 按個追蹤 那麼我們就在 下次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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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